国军虽然人数不足 但是老谈前面有提到说 蒋介石认为民兵是他的后悲剧 你讲的时候有投笑一下 这个说法你是觉得保留态度吗 1953年7月 国军那个时候曾经发动东山岛战役 首岛部队在民兵的配合下 其实是真的有做到所谓的 顽强看齐 这个大陆的术语是这样的 二手的主阵地 此次的国军的进攻 也许会有人说时空环境不同 1962年因为大陆粮食严重不足 所以那个时候的民兵 不会像1953年东山岛的民兵 那样子的忠诚 对于这一点 蒋介石我似乎就很有信心 他说过我们的突击部队 他也是在那个文告里面 同一年的文告里面有说到 他说我们的突击部队 已经在大陆可以进出自如 大部分的民兵都热于冲认我们的祥岛还有后援 不过我对这个看法是真的是有一点点的保留 我之前访问过一位邱伯伯 他是南海游击大队 他是志愿进入离后执行任务 结果一上岸才两天就被捕了 后来就以武装特务的罪名被关了17年 邱伯伯他就说他们是在情报局受讯后 后来就送到无邱的小邱待命 他知道的是前面两批登陆都失败 有一天天气很恶劣不太好 他记得是1964年的算式节的那一天 就有蛙人部队附送他们登陆 为什么会被俘 因为他们散去六个人 其中有两个人 其实在台湾大概就已经决定说 一上岸就要投共 所以他们这个散去就先残生在山洞里面 这两个人就跑去自首 结果就一大堆的民兵公安 就包围了他们躲藏的山洞 邱伯伯就说 他们看到这个情形 你不投降也不行 后来他们的少校队长就被判死刑 被带回家乡去执行 他是被判死缓二年 送到福建建阳监狱去劳改 前后其实大概是做了17年的劳 因为也包括了在国营农产劳动 出狱之后他想要回台湾 还回不来 还回不来 拖了很久 直到了90年代的时候 才总算能够回来 我好奇了一个点 像邱伯伯这样的个案 就是被俘虏之后获释 这在当时那个时代 应该算是一个特例吗 还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罗瑞星传这本书里面也提到 就是那个时候大陆那边的统计是 从1962年10月到1965年的1月 一共 他说一共殲灭国民党务 专特务40股 594人 到了1965年 参与海维计划行动的1800名国军 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是生活 所以说其实没有像蒋介石 先前在元旦文告上面 讲的那样子的来去自如 对不对 其实像我们自己提到的 如锐清传 它里面就有提到 大陆在1962年 它下半年的时候 就逮捕了好几个海卫分队 后来他们为了避免 宽日废死 也就是说 要花费那么多的人力 天天等特务 五专特务 所以他们就想要说 让台北情报局这边 把已经训练好的人 赶快送过来 于是他们就先利用 被俘的海维第三分队 他就作为钩子 让他们去发送假情报 然后说现在缺粮 共产党攀查得很远 慢慢的就掌握了 双方的这种波长符号密码等等 最后台北这边就出动了 可以低空飞行的PLV 这种飞机 然后利用 就是等于说 这个利用突击队 之前已经告知的路线时间 就回到了空头场 这个时候其实解放军的高炮部队 其实都已经早就已经在四周 都已经布阵好了 结果飞机来了以后 空头的四个人 有三个人被活作 一个人被击毙 其他投下来的物资 器材等等 统统都被巡活 所以可以显示说 其实那个时候大陆的民营房 或公安 在这方面其实掌握的是 有一定的程度 罗瑞清之后 他就起草了一份电报 在1962年12月29日 就发给了情报局长叶祥之 他的内容是说 叶祥之先生 并请转达你们的江总裁 承送礼物以权数收到 今后如蒙继续输送 我们仍将照例接收 然后罗瑞清 他的署名是用知名不拒 我们知道国共内战的时候 因为战术错误 或什么很多因素 让国军其实就 他的全美械的这些部队 一一的被殲灭 那武器弹药 也都变成是解换军的专备 国军等于那个时候 就是被人家说是 变相的是解换军的输送大队 输送部队 所以这份电报里面 他写说 如蒙继续输送 我们仍将照例接收 应该就是在拿过去的对抗 酸了一下 对 来再说罪 所以总的来看 蒋介石说 我们的突击队来去制毒 应该是没有像他说的 那么的容易 实际的情况 可能是跟事实有一些出入 除了跟事实有点出入之外 我觉得罗瑞清的电报 他用字浅词也非常的有意思 听起来真的酸溜溜的 非常的刀 你用幽默会比较好一点 对蒋介石来说 可能是黑色幽默 收到那个会傻眼 总之因为解换军 他是从4月5月起 特别是到6月的时候 大动作的调兵进入福建 然后公布自己已经完成部署 也让蒋介石打消了反攻的念头 到了8月2号 中共中央军委他就下达了 就是恢复了经常性备战的状态 也就是先前的这些 这种最紧绷的情况 等于说已经过去了 不过蒋介石他其实并没有放弃 所以他在那一年的 三十文告发表了一篇 告中共入海空各级干部官兵书 重申了六大自由 三大保证 也就是你只要起义立功的 一定会立加重用 而且还会被委派为 那个地区的军政指挥官 然后他说政府也会设法去 接济 良想 军需 只是他的六大自由三大保证 其实看起来是并没有 得到太多的反响 后来的情况其实就是 进入到1965年 也就是我们上一次所提到的 这种情况 到了最后就是因为86海战 再度让蒋介石打消了 这个反共大陆的念头 就一直到现在 就形成了现在两岸分治的状况 它是一半的事 非常感兴趣的 非常感兴趣的 但正确实在是 最后是一半的事 在一半的事 这种情况之后 那么多的事 是